上个单元,我们看到福寿罗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农业灾害,各界因此绞尽脑汁要将它除之而后快。 早期政府会出钱收购罗根卵,后来鸭尖道出现,用鸭子来除罗,再到今年推行鱼道共生,用鱼吃罗。 然而福寿罗的数量还是难以抑制,但有趣的是,福寿罗在它的原产地阿根廷却根本不造成问题,甚至还需要人类来保护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台湾有没有可能施法阿根廷,让肆虐40年的罗亥露出解决的曙光呢? 2019年9月正是南半球阿根廷冬末之际,林芳怡,蔡雁玲, 和几位小农前往福寿罗故乡与当地学者交流。 意外发现,他们与在台湾强势形象截然不同。 其实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好可怜哦。 其实阿根廷人对于他很无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然后粉红色的软块,他们一直以为那是青蛙蛋。 福寿罗在亚洲引发农业重灾, 原来在台湾,即使博物农的人也都丰文恶名。 但为何在太平洋彼端,人们甚至没意识到它存在? 原来在阿根廷,它有着许多天地。 包括鳄鱼啊,然后这个老鼠啊, 沼泽的一般的生物其实会吃它们。 然后另外也有两种生物是特化, 就是演化出来的,然后发展出特别可以容易吃罗的, 这样的一种工具,就是罗音跟杨鹤。 在当地,许多生物都是福寿罗克星。 更深的是,它正面临其地消失的窘境。 本来的湿地都变成了墓地, 在养安格斯牛,超好吃的牛排。 然后或者是说变成人类的都市或聚落, 它们有一个生态公园, 它们还想要就是怎样, 有点说是宝玉福寿罗, 把它用来去唤醒阿根廷人对于本土环境的意识。 在阿根廷,福寿罗需要人类伸出援手。 在台湾,人类必须当杀手, 两者为何天差地别。 肥料、稻殃、人类处处都是农民成本。 务农三十年的阿伟从父亲手上接下农田, 每期稻作需要施肥三次, 但不时还得检查稻殃生长状况。 心情工作会不会写本无归, 最大挑战就是福寿罗。 即使农民们早年多采用剧毒三本促习, 福寿罗却年年卷土重来, 而各界也不断绞尽脑汁。 所以那时候当然有政府去说花钱去买, 请农民去抓福寿的软块,福寿罗, 后来生物防治其实也陆陆续续有引进嘛, 我们只要发现说鸭子, 其实它是很喜欢吃福寿罗, 所以就开始有人把鸭子放到这个水稻田里去。 如果要用鸭间盗的话, 你必须把田围起来, 那个的开销会比水稻的收获会多非常的多, 它们会觉得不划算。 鸭子在水稻田如果没有, 你没有想办法去防止流浪狗来的话, 你很容易就被流浪狗咬死。 车垢裸软,成效不张, 鸭子有碰壁, 此时另一种生物接地上场。 后来就想说放鸭, 后来就发现说蝴蜜, 就是青鱼, 它专门就是吃福寿罗, 它的食物主食就是吃福贝列。 所以后来太过凉罵, 所以有很多人在使用。 鱼道共生,鱼角共生, 成为近年生物防治新趋势。 青鱼、碾鱼或红尼罗合鱼, 一一被潜入田间。 之前农改常会推广鱼, 鱼道共生或是鱼角共生, 它们建议用青鱼, 就是欧溜, 红尼罗这两种鱼, 它只适合在角白孙天, 因为它们都洗鱼大型鱼。 大型鱼难以生活在潜水稻田, 目前稻农若不使用药物, 就只能不断剪罗, 不断设陷阱。 但是这样耗费人力的锄罗, 能不能提高效率呢? 包含水都被吸上来。 水部分, 但是如果整个福寿罗跑到田里面的情况之下, 我们巨星就吸不太上来。 在台中的鸡店登场外, 评分大老师陈伟诚与伙伴们眼前的, 就是极具潜力的福寿罗克星。 是洗衣机排水管吗? 对。 所有的方式都是这一种... 对,就土宝链钢的方式。 这台昵称福寿罗吸尘器的锄罗机, 是由现成商品改装而成, 用来测试, 洗裸概念是否可行。 政府目前推展智慧农业, 中兴大学生中总盛老师, 它在发展智慧农业的同时, 它认为很多机具还没开发, 所以尤其在水稻或是其他作物, 会有福寿的问题。 那我本身是机械的背景, 所以才委托我来开发福寿罗相关的机具。 如果除罗机可行, 就可大幅提升除罗效率。 来,起动。 他们希望这台机具不只除罗也能除软, 目前他们都还在测试阶段。 当然在研发阶段是非常辛苦的, 像我们用引擎或用什么去做动力的时候, 那个噪音啊, 还是说会不会造成农民的负担。 三年来, 除了这台陆地用的除罗机, 它还测试了水下用 与挂腹采阳机后的机型一共三款, 试图以自身专业解决农民难题。 我们常会接触一些农民, 农民会有把一些问题反映给我们, 然后目前农业面临断层, 希望我们朝向用机具来取代人力, 达到省时省工省力的目标。 不只积淀界寻找着除罗解方, 农天里除罗实验也同步进行。 不要,那个已经榨根了, 不要啦, 啊,林芳怡。 农天里林芳怡和陈一汉正在检查心中的花生黄豆发芽情形。 因为刚刚黄豆那边就有发芽, 这边就要看。 它好像没有长得很好。 其实两人分别是刘美动物硕士与博士, 七年前他们选择务农也开启一连串科学实验, 像眼前的农地有花生黄豆的汉田与水稻的水田, 就是他们的实验室。 像日本就有一篇文像在讲说, 如果一年做汉作, 例如说黄豆或玉米, 然后一年种水稻, 其实在种过一年的汉作之后, 辐寿的数量就会降低到非常的低。 辐寿罗需生活在水域环境, 而汉地能让罗大量死亡。 二零一九年他们开始进行水汉轮座, 如今成效如何? 某个手座。 到他的水疗, 3.163m。 死掉 夫妻倆依记录福寿罗尺寸 为的就是确认实验结果 我们在去年秋冬就把实验田 就是秋冬的时候把水排干 有可能中小型的罗 对于干旱的耐受度比较差 它可能会先死掉 而他们的另一项实验 是差育苗40天的大秧苗 而非一般21天的小秧苗 目的是让福寿罗啃不动 这张图这是第二年的情况 就是我们把那块田 分成六个小格子 然后就三个种小羊 然后三个种大羊 这会儿就看得很清楚 这三个留下来的是大的秧苗 然后这几乎是空空如也的 这都是小的秧苗 在确立了实验结果后 下一步就是推广 这就是母的 它整个你看它的壳头 它是整个内凹 内凹对对对对 然后宫苗在边缘这边会 它内凹嘛 然后上来之后会稍微下去 它要帮小弟弟的地方 陈银汉用俏皮的方式 教小农朋友们便是公母罗 不过小农们今天来 更重要的是谈他们的实验结果 看何时才能摆脱简罗噩梦 插完一样大概要抓五遍 然后你才可以 去度假 不要担心 慢慢哦 你还是要看一下 五遍哦 五遍是说我已经走五趟 不同的时间走五次 他们眼前的景象 似乎出现了安心曙光 你现在看到这样子 大概就少很多 福射罗多不多 你看软 看它软的数量 都大概可以知道说 它是多很少 你看这个软 然而不管水汉轮座 或插大秧 在推行上并不容易 目前插秧机 只有插小秧机种 若要插大秧 小农得一颗颗自己动手 至于干汗除罗 则还需打破 固有观念 我去年 申福入了田 也是放干 就有用吗 你放它多干 就几乎没有被吃 所以你也有事吗 但地主好像没有很爽 对啊 真的真的 因为 我们刚才有讲过说 地主会希望冬天是放水 因为他们 然后他就说 零年不给你种 科学验证的栽种方式 还需水稻产业配合 并转变地主认知 不过在等待外界改变的同时 陈一和林芳仪 又展开下一阶段实验 召唤天敌 哇 真的不少耶 等一下 先放进去 2019年两人在水稻田边挖了水池 芳仰当地沟渠抓来的鱼 这一个叫做罗汉鱼 然后台语叫做恰山鱼 因为它很像螺丝 就是长形的 然后这两种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牛屎制 就是塞基辣 其实这两种鱼 都是以前的农村 非常普遍的鱼 这两种体型小的鱼 适合水稻等潜水生态 又会吃不瘦落又挺 但夫妻俩觉得水里游的 天体还不够 天上飞的也得南瓜 他们家的田梗 草印是比一般的长 这里面可是许多动物的家 这是红罐水鸡的草 有一些田里面常见的鸟 白富羊鸡 红罐水鸡 甚至像蚕蕴 那我们这边还有花嘴牙 就是会利用这种田梗 它有覆盖 所以它能够在这边煮草 他们会吃罗 过去四十年 为了杀佛寿罗 我们在田间 溪流 沟渠 投入多少毒药 毁坏多少生态 当泥丘 青蛙 水鸟消失 一片死急的农田 没了天敌 反而成就了福寿罗天堂 我们觉得我们做到 我们可以靠 不是用化学农药跟苦茶破 我们可以经营我们的水稻田 其实整个生态环境的健康 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然后让更多的福寿罗天敌 是有蓬勃生存的一个空间 那这样也能够 长远来讲 就达成跟在这个阿根廷一样 是有一个雾雾相克 短期抓罗 终结改变更作方式 长期召唤天敌 三种不同时程的做法 如同治疗罗害的鸡尾酒疗法 四十年来 福寿罗从人们眼中的发财珍宝 变成过界老鼠 如今肆虐全胎的罗害 是沉痛的一刻 其实福寿罗像是一面镜子 就是很仓促地引进一个 具有入侵性的一个外来物种 然后造成问题之后 然后我们就只是在怪罪于这个物种 以及当初少数的引进者 我们有没有能力真的从 这个历史过程中去做 比较深度的反思 才有办法真的去避免 这个重样的问题再度的发生